来 接着呢 我们就进到简报21页咯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体验看看 来 你看 我们在用这个chipc有几种方式 如果你只是要比较像问搜讯群那样子的 那种我把它称作基本的问答 比如说你看 我就问一个 chipc在交易引进的应用有哪些 但是很重要的是 他每次回答都会不一样好吗 因为我们讲过啊 他生成是依照什么 前文后义嘛 对不对 所以他看你前面是生成什么 然后呢 再从这边 再从他的资料库里面去依据几率 去找出最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老实讲你每次都不一样 那我刚讲到 chip every call 或者现在的chip gt 他有分享的功能 我就可以原汁原味 让你看到我当初怎么样去产生的过程 而且你可以直接修改 好 你看我把它打开 好 OK 好 OK 来你看我就直接问他有没有 chip gt在教育领域有哪些应用 对不对 我可以讲这几个答案 每次都会不一样 真的真的 好 但是他的大同小异啊 因为常常有人问他这些嘛 所以他回答出来也差不多 只是那个细节的部分呢 会有一些差异 所以这样子就有点像我们在问那个收讯情 对不对 好 好 有人在问要不要中场休息跟迁道 好 没关系 我先讲 再讲两个体验之后 再让大家休息一下 好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我们来看一下咯 这里 你看我 我们今天在这个创客基地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来问他 在创客基地里面 创客的领域 可以有哪些的应用 好 我们加现在速度 好像比较慢一点 OK 来 你看 好 在这边 那你都可以再继续我的对话哦 有没有 在这边 你都可以继续我的对话 甚至你可以修改我的内容 所以 以后我们出题目 我就会用确论去出题目 然后你先给他怎么样 一些基本的概念 对不对 他的回答完之后 我就让他跌着我的话 继续问下去就好了 这样就很方便 好 所以有分享跟没办法 都查在这里 比如说你看我在这边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有关于创意思维的部分 所以我就可以请他 请你 我用讲的就好了 请你提供我创意思维 这方面的 应用 应用 范例 好 OK 你看这样 有语言输入法 有没有偷懒很多 有没有 他就开始像这样 巴拉巴拉 开始跟你回答啦 这样了解 这样了解了 所以其实 他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以往我们在透过搜寻情 找资料的时候 跟ChimpGT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得要一个一个去筛选 一个一个去过滤 但是现在我们透过这个ChimpGT 你可以等于说有一个 所谓的个人助理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回答 就可以很快的帮你产生出你要的 甚至你有指定范围 我们后会有提到一些指定范围 指定格式 他还可以帮你做更多的事 那他基本上AI目前都比较被设定在什么 就是比较正向的 所以你常常会发现他会讲这句话 总之 然后呢最后会把你做一个简单的解语 然后把你导向比较正向的 他比较不会有那个负面的情绪这样子 好 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说那个我们所提供的软体 你说Chimp Everywhere吗 Chimp Everywhere没有 没有所谓的试用版 他有免费的版本跟所谓的付费版 他现在有订阅制 但他的订阅制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只愿你提到的是Chimp Everywhere吗 各位如果有问题也不要客气 你也可以开麦克风 不要客气 老师因为他上面写说要付费 他上面最上面那一行 我刚刚打开了 这个哦 他那个是订阅啦 嗯 订阅订阅 他有订阅的 对对 谢谢 不用不用 你用免费的就好了 他这个资料呢 他只会存在你的电脑 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浏览器里面 所以你到不同台电脑 你的资料就没有同步过去 除非你有变成他的那个订阅的用户 你才可以把资料同步过去 但是他有个好处 他可以分享 还有怎么样 这些资料也可以汇入跟汇出 有没有 所以其实像我们在教育现场 就比较方便用这个 你看我都可以让你看到我当初 是怎么样去 产生这个内容 那你都可以还继续去修改 甚至删除重新产生 有次数的限制吗 目前没有 目前还好耶 对对对 好 所以我们前面这个部分基本问答 我就先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你可以参考 那我们现在大概8点10分 我们就让大家起来休息一下动一动哦 好不好